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说春节时家家户户都会放鞭炮 我从来没放过鞭炮 想经历一下 放鞭炮会污染空气 为了保证空气质量 北京早就不允许在城市里放鞭炮了 照你这么说 春节不就变得没意思了吗 别着急呀 每年春节北京很多地方都会举办庙会 这些庙会各有各的特点 够你逛一个假期的 既然如此 我就好好逛一逛北京的庙会吧 快放寒假了 你有什么打算吗 我打算先去旅行 然后回北京过春节 听说春节很热闹 我想好好感受一下 可能你要失望了 对中国人来说 无论多忙多远 都要回家过春节 那时候在北京的外地人 都回老家去了 城市也空了 还没有现在热闹呢 听说春节时 家家户户都会放鞭炮 我从来没放过鞭炮 想经历一下 放鞭炮会污染空气 为了保证空气质量 北京早就不允许 在城市里放鞭炮了 照你这么说 春节不就变得没意思了吗 别着急呀 每年春节 北京很多地方都会举办庙会 这些庙会各有各的特点 够你逛一个假期的 既然如此 我就好好逛一逛 北京的庙会吧 课文一 旅行 很多人都喜欢旅行 去哪儿旅行 去中国旅行 去海边旅行 感受 表示用心去感觉 感受生活 感受历史 感受一下 看了这部电影 我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 听说在中国过春节很热闹 我想感受一下 无论 无论是一个连词 经常和都 也 还是 以及 微不微 一问代词连在一起 表示在任何条件下 结果都不会改变 刮大风的时候 他去上课 下大雨的时候 他去上课 刮大风和下大雨 是不同的条件 结果都是 他去上课 用一句话来说 无论刮大风 还是下大雨 他都去上课 在下面两个句子中 无论后面不是两个条件 而是加上了疑问词 什么和哪里 无论什么天气 他都要出去玩 无论你在哪里 我们都是朋友 也是为了强调结果 无论强调在不同的条件下 结果都是一样的 A没有B 加形容词 在比较两个事物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比 我的书包比你的书包大 你的书包没有我的书包大 请看这张图 今天比昨天热 也可以说 昨天没有今天热 加加户户 加加户户的意思是 每一家和都一起用 现在家家户户都有了电脑 保证 在这篇文章中 保证空气质量是指 确定空气质量能达到一定的标准 我们也可以在保证后面加上一件事情 比如保证没有错误 保证按时完成 变 变是一个动词 指和原来不同了 发生了变化 比如一年过去 城市变得更加干净了 亚 表示惊异 课文中的句子是 别着急呀 举办 举办的意思是举行 举办后的名词 往往是一些活动 博物馆举办了一个展览会 学校举办了一个比赛 各有各的 你喜欢骑车还是开车呢 骑车能锻炼身体 而且不会堵车 开车更快 而且坐车很舒服 骑车和开车各有各的好处 各有各的强调分别有 变化 变化 快放寒假了 你有什么打算吗 可能你要失望了 对中国人来说 无论多忙多远 都要回家过春节 那时候在北京的外地人 都回老家去了 城市也空了 还没有现在热闹呢 放鞭炮会污染空气 为了保证空气质量 北京早就不允许 在城市里放鞭炮了 别着急啊 每年春节北京很多地方都会举办庙会 这些庙会各有各的特点 够你逛一个假期的 我打算先去旅行 然后回北京过春节 听说春节很热闹 我想好好感受一下 听说春节时 家家户户都会放鞭炮 我从来没放过鞭炮 想经历一下 照你这么说 春节不就变得没意思了吗 既然如此 我就好好逛一逛 北京的庙会吧 今年我打算先去云南旅行 回来在北京过春节 听说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 我想感受一下 尼克告诉我 因为很多人回家过春节 北京的春节 没有我想的那么热闹 也不能放鞭炮 这让我很失望 但是他介绍了北京的庙会 我想我会在庙会中 找到热闹好玩的北京春节 听说春节是什么 我还需要这种庙会吗 我会在庙会中的浅产 便是去习惯下来 你以后